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再给大家录一场这个国战啊 铁索局 搜了搜了一下投稿里面有几句啊 这个铁索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啊 第一多句话 这离开 这是由四三九九九区的玩家林远峰小提供的素材 那么看一下主持角这边是选了加泰位跟我们潘德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边的话是身处六号位 起手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元素 捆帮play啊 主角 一二二号位都没有大动作 三号位就起来了 祝容 拿一个新年区再说 四血武将 恐龙 嗯 先算一个 那么我队友的话上来啊 这样的话局部的一个小摩擦 仿佛长了定年一看 嗯 这个暗将是队友 对吧 上加的话 锦衣人王 以一代劳中生有 暗度成仓 无懈可计 决斗 那我们作为暗将这个时候去打另外一个暗将啊 其实首先我觉得啊 这个从其他人角度来说估计要排除无将了 对吧 其次的话就是更加偏向于属权 你要说卫国的话有那么一修修可能啊 一号位挂起了连弩 二号位火攻打祝容 那么场上的局面啊 这个火攻呢 我们暂且标飞鼠 但是有时 有的时候啊 有一些比较恶心的玩家 加引号啊 或者劳金巨猴的玩家 这个时候啊 可以 我是一个鼠国嘛 这个时候去看看队友 带带节奏 装个身份 有这种 但是这种场面啊 没有必要装 好 那边顺手的话 反过来啊 一下 飞群 好 那么开局的话 局部摩擦啊 这个已经是热量起来了 对吧 摩擦深热嘛 嗯 呃 七号位 哎 拖管 八号位 再来行动 旁人安敢小去 安敢小去 嗯 有意思 这个我们暂且标一个无将吧 那这样其实他这个顺手不太好 对吧 你这里无将本来应该来说啊 他都亮猴子了 我刚才好像是那样的孙剑啊 嗯 没有必要啊 去这么一个节奏去打 嗯 这个 坑无嘛 但是现在你要说打无将的话 孙奔这个点 其他人敢不敢录呢 肯定敢啊 大不了 这个时候更好的方法可以录一下暗奖啊 一号为那点 那么蒙获呢 并没有说去激活打一个大势力 而是选择了我们的恐龙 最后这一个灵性拼点拿白银啊 满分神操作 虽然恐龙呢 那不是有天过 但是没有什么作用啊 好 我们这里呢 来 借刀杀人 掉血了 哦 大劫命啊 大劫命 那么我们这里呢 跳出来 看来要搞事情 先来一个乱舞 最后来 交给你了 啊 那么这一下乱舞啊 其实 我觉得啊 这个乱舞的节奏带的不是特别好 哎 那边又是判定 又是摸牌的 出牌阶段也有读条 四邪舞相 张和啊 最后是一个卫将 那所以像刚才一号为那个顺手顺冰凉啊 这个打的就是哎 这种就纯粹啊 嚼屎棍 对吧 我在场上恶心别人 但是张和这种打法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名将完全就可以打你按将 我不理孙间就得了 对吧 我就打你按将 好 啊 虽然刚才已经说到我们的一个乱舞啊 节奏带的不是特别好 你其实说老实话 刚才那个乱舞的话 整体啊 节奏没压起来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索性呢 我们队友一个马老板直接发牌机 最后大助攻给牌 过河拆桥 那么队友要跪的话 就让他去跪也是可以的 对吧 没有必要救了 场上的局面的话 救也救不回来 那么你手里两张无懈的话 打桥的勒布四处你也不太虚 所以的话 只要你能出来 后面就是一波行动力啊 万箭闪掉 那么注意自己的手牌啊 这个时候铁锁 酒 火砂 厂上有藤甲 该来的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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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顺手还控一下牌 火杀 气 黏炉 这个时候不要手快啊 那么一人三顶鞋 起步驾 驾 玩杀 谁也别想活 就是so easy 那么这样的话 很轻松的一波啊 这一波铁锁啊 真的就是美美的 而且呢 这里最后虽然是那个小僵尸红模式啊 但是最后进入敖战这里的话 主事就好来写线啊 还有加分 最后一个再来建出 蒙获掉线的话就不用管他了 我们刚才铁锁都没有理他啊 对吧 这一个大铁锁 酒 火烧 甲藤甲 稳赚不亏 对吧 买定离手 起步驾 这是强者 但这一局啊 我们从前面刚才的那个 没有 当然我这分析不是很仔细啊 刚才有说到几个点啊 打牌的策略上还是或多或少啊 这有点问题的 一个你像张和看似装无的身份 想引起别家的这种内乱的情况啊 你如果我们场上作为一个名将来说的话 我们设身处地想 你这个时候其实不用管孙坚啊 就打你 对吧 你要装 我管你是装的还是真无 我就把你往死里砍 对吧 当然这种装的话有的时候会面临这种风险 砍到自己队友 对吧 这种高级的打法啊 颇有一种高级加引号啊 人者见人 智者见者 你打得好啊 打了有收益就是高级 打不好啊 那就会被人喷惨的 这是第一局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是一个日常的模式了啊 都是未见啊 最后选了一个很日P点组合 P点P点组合啊 如祖国一朵花啊 啊 且让我用一泡尿助你成长啊 茁壮成长 这还是合幅前的啊 你看看有没有熬战模式啊 也好像是老头搞了 好 上来的话这边啊 我们二号位 哎呦 先驱的标志 那应该是新的那个火车 哎 这个猪啊 啊 我们小猪 帅心抢桌 头筹 三四位没有大动作 看一下五号位月印啊 一亿代劳 嗯 哼哼哼哼哼 嗯 冰娘 挑一个废数 咱场上的局面啊 瞬间跟上一局的局面啊 有的一拼 就开局这边的话 就有有有势力想要做大 那这个自然而然就吸引火力了 钉凤呢 来一个一操二 嘿嘿 反正我有僵尸 对吧 这就是赤脚的不怕穿鞋带 嘿嘿 老子又不屈啊 爱咋咋地 而且是啊 不屈所定计 对吧 我吊线都能吊打你 你看狗祸的话 这个说 我才不搞蜀国呢 你你无将 你骚 我认你骚 那么主持人要注意啊 续报好评啊 万件续报好评 无众生有呢 也没有去特地的开出来攒牌 因为知道这里你如果攒的话 其实你说这个牌开出来之后呢 呃 最好的希望就是说攒到装备 对吧 否则其他牌你也是想气就气了 基本你要续报万件的话 你不可能主动出去去杀别人的 不过现在场上的局面啊 对于我们卫国而言的话 还算可以啊 狗祸那边的话 有个小劫命能拖一拖 其他势力你看啊 小猪哥啊 这边的话已经是一血残阵 四号位啊 打一个无限 当然场上的你说这个鼠将的话 唯一可能要担心的就是运营那块 嘿嘿 嘿嘿嘿 有没有看到啊 这边的话替我挡着 nice啊 这也 但是他呢 是不舍得掉血啊 他要舍得掉血的话 刚刚刚才不是 刚才那个不是属性上啊 火山吧 是火山啊 刚才这个看的不是 你的计谋是直播 他舍得掉血的话 月鹰也惨啊 对吧 这个卫言不知道怎么想 嗯 月鹰要放权 这个牌就太烂了 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一句鼠国纯粹就呵呵啊 你像卫言这种 嗯 出来有啥用呢 没用啊 没有 反而徒增忧伤啊 对吧 明媚的忧伤 哎 可惜南蛮被七号位拿走 我们注意主持讲拿的是火供啊 闪杀都不要 火供这种牌呢 呃 还是属于啊 能够强重的牌 那你杀都不一定有火供厉害 当然我们先看啊 嗯 绝对也可以 其实你绝对的话 我觉得啊 就失败了还可以啊 放逐加忘信嘛 对吧 火供的话你打了也不一定有 你没有那个花色就废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厂商的话 渐渐啊 形成残症了 但是你说这个残的也不是啊 一般般 主持讲非常好运气啊 排队刚好刷新啊 这边刚好刷新 呃 南蛮刚才那个是在钉峰那边的 然后没有开啊 在勒布斯鼠嘛 那么我们直接 南蛮还有一个万剑啊 这样可开 但是你这个南蛮开出来之后呢 三驱太 三驱不过港 并没有 哈哈 无中生有 没有无戏啊 小猪一手红 一带来跟队友刷一下 那么决斗又有一张到我们手里了 圆胶 那先开了万剑啊 可以啊 刷牌啊 现在就是想刷牌 那么大家可能想的啊 这种局啊 一般可能就是说 目前你看啊 连弩 刚才也没有注意看到连弩在哪 对吧 连弩还在那 在不驱牌里面啊 其实啊 如果刚才啊 这个我分析的也比较糙了 刚才如果你仔细啊 主视角按照道理啊 有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先回到场上啊 哎 又是铁锁 姬老师表示 哎呦 这个青醋于蓝 胜于蓝嘛 啊 对吧 这个直接一刀下去死血 不死也伤 关键主视角还有这么多陶 这就说到刚才的那个连弩 没有连弩 我照样是啊 一波狂轰 啊 难炸 管杀 还管卖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火供啊 嘿嘿嘿嘿 没有 秃秃了 哎 各位 刚才那个不驱刚死了气的都在秃秃 呃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铁锁锁的干嘛 哦 锁上自己啊 没没注意看到啊 锁上自己好评啊 锁上自己的话就是队友 暗示队友啊 疯狂暗示队友 此时不战更再核实 嗯 嗯 刚才啊 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对于啊 呃 这种依靠连弩 AK47发挥的武将一定要注意观察粘弩的去向啊 虽然我们理点啊 有的时候并不是像这种情况啊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靠这种粘弩 但是其实你真正跳出来打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也都是希望啊 依靠粘弩的发挥 对吧 你其实像刚才那种啊 不过这一局我们认算啊 因为手里已经有一个呃 呃 有一个万键 那么我们在有些情况你作为暗将像续报啊 呃 特别像老汉推车这一个组合 对吧 极其依赖粘弩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场上 一个是右上角这边排队的走向啊 还剩多少排 粘弩又没有出来啊 粘弩在场上挂着还是有人弃过 弃过的话 你这一副排队 你基本就决定了你自己的一个打排策略 因刃不发 对吧 你一发了的话 你基本摸到粘弩的代率很低啊 所以基本等那个右上角的排队 你看到那个排队刷新牌才可能啊 行动 那像这一局里点曹丕 同样也可以这样讲吧 对吧 你有能力打掉一个 呃 或者说你已经看到粘弩在哪儿 你有能力把他打死 行伤到时候粘弩能拿到手 这种也是可以的 对吧 一定要观察好粘弩在哪儿 好 我们来看下一局啊 第三局 这一局是由百度转据玩家reverse 新提供的主材 主是要选了谁 嘿嘿嘿 嘴哥和太后 嘴哥表示我天下会蒙 就为夺得太后一笑 太后已经死了那时候啊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一局上来的话 哎 这是虎勒巴基的魏国 哎呀 半个曹红就有啥了不起啊 就敢上来硬钢 难嘛 哎 我觉得啊 这里看到了葛优尔啊 我觉得现在国战这个氛围也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国战啊 是能够保持着一种啊 谋略或者说心机在里面啊 打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 但是你把这些人物的技能啊 又一翻改二翻改 改到跟尊真里面啊 很相似了 呃 原始的那种味道 那有内味啊 没有内味了 没有内味了之后可能就 呃 这个游戏就没有意思了 对吧 平衡很容易打破 嗯 我们来看这边吧 场上的话 首先啊 两无对两位 但是两位呢 这边 嘿嘿 没有大作为啊 主视角呢 这个知己知彼 铁锁连环都没有去动啊 我觉得作为一个三血武将就一闪去防一个万剑的话 一般般 两难一万 你这要是扛不住啊 就叽叽了 所以就像这种铁锁呢 如果是我 我可能就重铸了 嗯 但是我们不着急啊 这局 看的就是铁锁嘛 所以主视角 这个铁锁都是伏笔 嗯 看看我这把老骨头吧 蒙盖啊 Gamer 嗯 Gamer 起慢 嗯 哎 乐助好评 那主视角 哎 终于看一下 呦 路神啊 呃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铁锁 先来一下呗 有个闪电呗 你喜欢挂闪电 老子成全你 嘿嘿嘿 对吧 当然啊 像主视角这里就对了 这是一个非常呃 正常的一个套路打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将的气牌还是好评呢 一个气了万剑 一个气了南蛮 对吧 这种牌你在 而且在你这种无国抱团的时候 这种打法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 但是有问题就在于这无将啊很无奈 那 无将其实一开始的不渝就出问题了 那个时候其实出了两位之后 无将不应该都出的 你留一个无将在场面上 至少啊 你无将是没有危险的 那我们接着看 对吧 你无将至少啊 那个矛盾妥妥的是在喂僵士呢 结果你们现在这么一打的话 呵呵了 寒冰剑好评 嘿嘿 该来的总会来的 再来一锁 我操工 我操工 嗯 该来的啊 粉末登场呀 嘿嘿嘿 所以的话铁锁啊 性感教主 那这个离线 哈哈 雷击 那性感教主离线雷击啊 那么吕布这还就一个有意思啊 一炸炸四 那么注意小桥有没有出来的话 他这一个天象啊 是弄不出去的 而且这改版之后呢 他弄出去也就一写 那所以的话也不足为据 那么吕布就一个的话 其实很简单啊 吕布打的没有太大问题啊 他这边的话 呃 本来我估计想法就是说 治含魏国的 但是我刚才没有看那个 聊天啊 聊天记录 那么主事角 当然跳出来正读的话 意思很明显 哎你别救了 嗨了 队友在这里 队友在这里 那么刚才呢 我们一个铁锁小助攻 郭佳的话 铁锁啊 终结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嘴歌就出来 嘿嘿 新陈 合力 知识了 强突国家 强突国家 说老实话不太好 那边说粗暴一点 呵呵 你是想说粗 还是想说暴 呵呵 来粗暴一点吧 哦呦 我刚才啊 都没注意啊 那个是田凤啊 看错了 我刚才看着这个皮肤 我还以为是画佗呢 那么这局其实更带有娱乐属性了 一个闪电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闪电 非常的有灵性啊 好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的话 有玩家LQM77045区 不是45区 这是老区啊 哎 怀念我们逝去的时光 对吧 像当年啊 我的大号 就在45区 哎 想想我百度区也有 也有个号 但是后来就没有灯了 百度区那个好像 当时玩到100多集啊 后来就 直接用到官方号了 好 这一局我们来看一下 主持人叫深处五号会 又是一个摩派阶段的 调 三写武将 三写武将摩派就 可能性就比较多了 对吧 魏武 全胸也有可能啊 鼠将 鼠将是摩有的 鼠将多是判定啊 准备阶段 嗯 现在鼠将改版之后有吗 好 我们看一下下架啊 这边是一个自己 这笔看完之后 直接一个决斗上 气了桃园 感觉不像魏将啊 呃 嗯 郭柴柴桥还是拆的暗将 难道是伪将 嗯 等会啊 刚才这这这 有没有漏了什么信息 哎 跳飞位 可以 那么主持人叫这一个武将跳出来啊 这还是一局老国战啊 没有那个先驱之类的 嗯 大家凑合看一看 曹宏 替我挡着 老天象啊 对吧 李典 那对吧 这个飞位啊 刚才 刚才其实啊 这个是 那我们再接着看啊 一个南蛮炸出了大卫军团 但是这一波大卫军团的抱团呢 位置相当的不合适 那 那么这里像李典的话 如果要打好啊 应该打出一个怎样的状态 哎 这个就是啊 漂亮 漂亮 嗯 这里李典呢 他想去啊 这里打的不太好啊 你也不应该去打后卫啊 对吧 作为186级触犯这种错误不应该的 你这个时候至少应该来说打着好 要先行动的武将啊 对不 这容易啊 很容易你这个抱团失败的 他刚才如果打我们 灌尸强中再大一 加一刀强袭 你逃自首先不浪费 二个的话直接带走 这是很轻松了 很轻松了 所以李典刚才那一个啊 那个枪啊 这个找不到入口了 这个手枪啊 没打准 这就有点尴尬嘛 对吧 新婚之夜 你这 不不不 不是 头一次 难免第一次估计 不会打手枪 枪法不行啊 好吧 那么目前看的话 达到这个阶段啊 魏国啊 好像还能苟延残喘 那么一阵阵 嗯 国柴桥 你看啊 这局的问题很大 曹宏这边他还是去打小乔 你按照道理 你有简易 完全可以打到四号位嘛 哎 他们一直就是盯着小乔 这个点不放 死脑筋 嗯 这个不知道如何去想的 那么你想点尾 你这种决斗 对吧 你能够带来强袭 你不应该是去杀曹丕嘛 你应该去杀曹丕一刀 玩个放逐嘛 对吧 这种大暴团的意识完全没有 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 轻轻松松死掉掉 你再看啊 最后到了主持久的发挥 来 铁锁连环 大制衡 再加一个捆绑play 借助盟友 群雄的一刀 大铁锁下去 那 七血伤害啊 司马那边有白银 对吧 崩了 彻底 那 这个毁灭大卫啊 那么当然到了最后 这一个三人局的阶段呢 应该来说存在一点制衡的变数了 那 首先呢 主视角跟庞德这都各自有一个负向 那不亮 这个时候啊 像庞德你要注意了 主视角藏一个客戟 我有说啊 我这客戟拿到后期的话 牛逼哄哄啊 但是我觉得这一步啊 主视角啊 这个急于收人头了 你没有必要的 你这个人头收了又怎样 顶端那么多排 打下去就一排 对吧 何苦呢 所以最后这个三人制衡局呢 这边啊 我觉得各自打也打的也有点问题 司马无所谓 对吧 谁打我我打谁 但是庞德你就要注意了 当然庞德我觉得啊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手拍也不行 血线也没起来 有点虚 他一想 我如果打女猫 女猫肯定来打我 这肯定不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啊 应该来说司马 要诱导一个怎样的结局 但是庞德万万没想到 躲着躲着最后 这个地方啊 庞德我觉得 你既然有一个张任 你这张任干脆刚才就出来拉倒了 出来拉倒之后呢 司马一看 你不就一个张任吗 当然啊 看你一个张任 不干了啊 对吧 你张任我还能 到时候司马被你穿了怎么办 对吧 一键传心 好吧 最后这一个 嘿嘿 就不用我们多说了 你看你看 对吧 孙奔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我如果是熊 我肯定压你这个暗奖 我怎么可能就坐山观虎斗呢 最后这边就不管了 当然啊 如今的女谋呢 这个已经是改版过了 然后也有这个 最后你这司马啊 头强拉倒了 对吧 这客气一个直接一个 嗯 都不用几轮暴击 就直接啊 摸光你 最后九杀一刀代仇 好 最后一句啊 槽点还是颇多的啊 为我首先打的各种有问题 尤其在我们的那个 挨着我们的一个是 李典 还有一个是国家草 哎 不是国家草 是谁来着 能能打到我们上角的 反而挨着李典的那个 魏魏将 对吧 这打的错漏百出啊 啊 他们其实有各种机会 能够赢得这一局的 但是不会打 那但凡他们有那么一丢丢 会抱团的宁性啊 这一局为我都不至于崩的这么惨 啊 好歹啊 能够呃 在死之前啊 能够待一待 嗯 好了 当然啊 如果有有人杠一下说 我刚才是这么想的 我说丁一轮那个李典洞的时候 有个惯食啊 他是可以来说啊 九杀主视角这一个点 对吧 然后的话再来抢起一个主视角 可能已经贵贵了啊 对吧 已经贵贵我的宝宝肉 啊 大家可能会杠一下啊 说啊 你爱将士 僵尸怎么办 但是你也不可能说你作为一个名将 你但是你肯定要确保跟队友之间的连线连动 也不可能这个时候是僵尸 你也得打啊 跟何况他不是呢 对吧 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四局啊 铁索偏娱乐的局给大家啊 国战啊 带到这里最后 谢谢大家 祝大家提前 拜拜 晚安